深圳海關星期三公布 倒破五個奢侈品走私集團 涉及價值3.6億人仔 即是大約4.4億港幣的名牌貨品 拘捕了32人 當中包括多個外馬士和Prada手袋 還有各式各樣的名牌服裝等等 一共6千多件 當局調查發現走私集團利用海外買手 在國外買奢侈品 並僱用水貨客以螞蟻搬家的方式 經過香港大貨入境銷售牟利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